大家好 你看啊,现在太阳非常大 但是呢,马上又降温了 上上,据说还要降到零下 一度还是几度 我的车呢,就停在这个 大停车场上 也是个广场 大家看 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啊 那边了 是北边,你看 北风如果过来的话啊 正好呢,就可以 从那边直接过来 我的车呢 车头部分呢 可以到那个空缺处 大家看 车的身部分呢 多数呢,都在这个大楼的旁边了 其实我的车身呢 整个呢,也在这个路上 不过这个旁边停了很多车 停了很多车 实际上我的车身呢 还是在这个北风这块 就我们朋友讲啊 如果你想防洞 防止防车上冻掉啊 最好找一个 被北风的那个地方 被北风的地方呢 这栋楼呢 是个天然的屏障 那边是北边嘛 那边的风啊 过来的时候 就可以被这栋楼呢 给遮上 你看,这边有好多停车位 我呢 是不是要把我刚才那个停车位啊 要挪到这边了 你看这边还有个货车 如果我把车顶到这边的话 一是有这个楼 给我做遮挡 第二的话呢 这个货车呢 还给我做遮挡 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他说是最低温度 零下零度 或者说是负一度 我不知道他指的是 是不是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也算市中心了 也算市中心了 是不是这个地方 能达到这个零下负一度的 这种地方 零下一度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的天气一暴 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指的是哪里 欢迎大家呢 给我指教指教 我要不要挪车 继续把车放到这呢 还是把车呢 挪到那边去 现在呢 临近春节了 车位呢 就特别宽松了 同时呢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挨着墙 那边 你看停了一部黑轿车 那个地方呢 那一盘呢 也可以停车 你说我是不是 把它临着墙去停 临着墙停呢 有条马路 我这车过宽 可能会占条马路的位置 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有这方面的经验的朋友呢 可以给我留言 欢迎大家呢 给我出出主意 谢谢大家